Hello 大家好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 不少內地市民都去旅行 日前內地兩名女遊客 在浙江橫店一個景區的宜廠打尖 被另一個男遊客阻止和拉扯 兩個人當場怒罵那名男遊客 指責對方恥住身為男性身份欺負人 有片的 給我長一點 大家耐心看看 你拉什麼拉 你不要動手好不好 你憑什麼拉我 憑什麼拉我 你憑什麼拉我 你打呀 你憑什麼拉我 你以為你是個男的我就怕你 你他媽就轉氣不過我講 我告訴你 我最恨的就是你這種氣軟態度 不要以為你可以動手拉我 我告訴你 我看這個白衣服在這裡 你現在不是插隊了嗎 你把自己去都拉別人在插隊 我們在這裡 憑什麼臉卡通道 你先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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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插隊 我們插隊 他們都來過了 我們是這裡過來 到我們來看 他一下 他就拉我們帶 他平常都拉我 做什麼拉人 他用手拉了 他就不對 你今天拿錯人 我告訴你 他差不多不知道 他們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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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知道 他們都好 我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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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來了 你做錯人都不好 編段迅速成為網絡熱話 這兩個女士受到大批網民的評擊 幾天之後 自稱是事主的女人 在微博發文 澄清和另一個遊客 是她的外婆 並非外界所說的兩母女 否認自己打尖插隊 只是排錯隊後換隊 此時後方的男遊客 突然大力拉扯她 並冤枉她打尖 我一回頭 看到她非常兇惡 我即時興過火屎 我不願意忍氣吞聲被冤枉 她繼續兇我 我當然要發飆 隊員說自己沒有打尖 不過景點工作人員回應指 用連卡遊客和省客 各有所屬的通道 如果遊客排錯隊 應該重新排隊 直接平移到另一個隊 仍然屬於打尖 事件內地越演越烈 亦有網民認為女士主平移換隊的說法荒謬 更有商家 利用女士主的外表進行二次蒼裝 做了很多表情包和車貼出來 不過官媒亦就此事 作出評論 稱這樣做是謀利和屬違法的行為 她說可以批評她們 但不能妄報她們 不能採取非法手段 污名化她們 只可以引發有關文明的討論 但不應該失招 不能夠跑偏 不能夠滑向違法的邊緣 大家怎麼看呢? 好 這一集先 讓大家收看之前的視頻 尾指導遊為馬 多謝支持